剛剛得分的是被奧十三號的Bredford 他在昨天打下十三分 表現也不錯 回到中華隊進攻 楊靜敏 從底線繞出來 這波進攻時間剩下三秒 楊靜敏遠距投籃 完了 這個真的是有點勉強 我要注意到時間了 因為沒碰框 籌沒有拿穩 哇 這個可能是紀錄台出錯了 有沒有碰框呢 裁判很快的先把比賽給終止下來 我們要來看一下有沒有碰框 哇 投出去之後 兩秒鐘的一個時間 哇 有碰框 這是有碰框的 裁判立刻做了一個更正 這其實是有碰框的 所以陳世傑拿到球的時候 時間不應該剩下兩秒 沒錯 這也是一個正確的判決 好 那這場比賽的三位執法裁判 分別是來自於香港 另外來自於韓國 再加上來自於埃及 這場比賽的三位執法裁判 陳世傑 他說你會飛啊 我也飛得還蠻高的 哇 陳世傑你看頓了一拍 停在空中去做了一個小拉桿 這個反而是往往可以造成到 對方防守這種犯規的機會 昨天我覺得陳世傑做得最成功的 還是從這個防守開始做起 對 面對到對方的日本隊的附近勇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教練團觀察的不是在你得分 而是在你的防守這一端 有沒有辦法去跟上對方的一個速度 昨天西湖上場十七分鐘 拿下九分另外一拳 兩個助攻表現不錯 那這幾年來 他也在國際賽得到很大的磨練 咱們吹的是張宗憲的犯規 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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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在上面 西湖在上面少打一些戰術 直接幫他打 這個退行的速度也非常快 中華隊的退防速度要特別小心 我記得教練剛剛輸告訴曾溫鼎 就是說 可能會要幫陳世傑設計一些戰術 然後在籃底下是捷脈扣彈德賓 因為你像是一對一 甚至在創造機會的時候 你沒有說很清楚的時候 你還一對一 我講真的我們剛剛開局 畢竟有說了 今天碰到全部都是仰將 陳世傑 小心了 差點坐飛機 我看起來應該還OK 美國隊Brightford外線出手 籃板球杯戴維斯給拿到 主要隊出球很快 西湖 然後對方 這個是威廉斯這算了 不要了 還是暈出來 曾文鼎這邊大空檔 塞進去猶豫了 國王隊目前的在開局 表現的並不是很好 還好美國隊目前的命中率 也比較低 沒錯 雙方都打了比較快的節奏 其實曾文鼎應該去嘗試一下 三分線的投手 彈一下三給戴維斯 戴維斯在進去要單打的時候 造成了犯規了 這要確定是41號 會Wallens Jr.的犯規 這個球是前面一波 Davis已經過去做到斜防端 所以遠邊的球員去做到空手籤 已經擋不下了 這個球要小心 真的 這個看在教練團身上 這個我看四個都是心驚膽跳 Q的罰球 戴維斯在昨天比賽是攻下了十分 另外抓下了八個籃板上場時間三十分鐘 進攻四個進攻籃板 美國隊進攻 再會給他們的控球 0號的Dorothy 現在拿球是Breffer Breffer在抓進攻籃板這個球掉了 Breffer在這一次的一個進攻 其實打得非常的有經驗 讓這個楊晴明跟曾文鼎 在換防的一個當中去抓到這個時間差 去找到一個切入的機會 中華隊應該要趁著這個美國隊 在這個民眾率較低的一個情況 趕緊把這個分數拉開一點點 陳士傑 切傳 曾文鼎再會給楊建平 楊建平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太多的機會 這球短了 但戴維斯轉到球計算加打 場上還是他最勇啊 這個球投了真的是有點難度了 真是單手把球給扣下來 沒錯 The Williams Jr. 已經站好滿好的一個空間 把這個Q去擋在外圍了 這個41號的Quellens Jr. 兩範之後呢 現在換上更大的 217公分的Chris Alexander 加法拔進 那戴維斯呢 目前拿下了5分 現在中華隊的6比4 取得2分的超前 美國的進攻 捷麥 再會給Greyfurt 楊建平在後面的偷球 這個賭博式的防守成功 前面快攻擊位 張宗憲再給陳士傑飛進來了 I believe I can fly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三線快攻 從防守開始做起 中華隊必須要 他的防守必須要更加的加強 其實在第一節目前 中華隊在防守上做的事還滿成功的 沒錯 壓制到對方的一個命中率 Greyfurt外圍得到機會空擋進 3分9 有時候你太說 這個也是一個賭注 3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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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yfurt外圍目前2個feel goal 目前拿下了5分 這球並沒有給好 判得太低了 判到你這個膝蓋以下的這樣的高度 這個Q是有點難度的 這個球籤從後面的拍 這個是有點有走到犯規的尺度的邊緣 再來一個張宗憲穿給了陳士傑 漂亮的一個3打1 Dorsi 這個能力真的很強 他是上個賽季 在哥倫比亞聯賽的得分王 哥倫打海盜隊得分王 陳士傑 這個球又進了 以小博大 所以一開始徐英哲教練就特別談到說 今天一開始的攻勢會環繞在陳士傑身上 因為他打得非常的靈活 由他這一點開始產生到整個面 這個是比較合理 美國隊衝翔籃板 球出借飛 捷脈給封出捷脈 中華隊的球 其實這個沒有去做到任何的掩護 利用到自己個人的爆發力跟第一步的速度 中華隊目前就是兩個人得分 這個球被抄走了 想要起位子 但反而這個手感是不對的 張仲仙挑戰進去 美國隊的五號 Freddie Willis 還在跟韓國籍的裁判 argue 他認為他是被犯規的 現在中華隊換人要把劉甄換上來 在進攻用Zone 5的方式來打 你跟Q同時到外面來去擋C5 那你可以跟C5先做擋球 當然現在徐欣哲教練 一直在跟場上的曾溫鼎 甚至楊基敏 陳詩傑去做到攻不通 希望能打的這樣的一個戰術 環繞在陳詩傑的一個身上 或者是曾溫鼎 那曾溫鼎這一個點 應該會來得比較活 因為他可以去吸引到對方的 進去的球員 拉到一個比較外圍的這樣一個空間 這樣同時還可以創造出陳詩傑切入的機會 他又能分球 應該是這個意思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找到一個點打 這場比賽的確是有點難 張宗憲兩罰一中 張宗憲在昨天的上場20分鐘 Jayton拿下了8分另外四個籃板 兩罰一中之後 現在張宗憲下去休息 現在把劉甄換上來 中央隊現在是11比10 超前美國的1分 以及比賽進行了4分半鐘 美國隊的扣籃王 這個Justice一上來 結果裁判抓他踩線 踩了邊線 當然這個 美國隊的總教練是 有NBA教練之力的Sam Michiel 而且他是0607的 Coach of the Year NBA的年度最佳教練 這幾分鐘Sam Michiel 應該不太滿意 再維持中距離出手不盡 這球楊建民再拚回來 陳時傑再回給鄭溫婷 快速給球再回給楊建民 危險 真的是走不為力 大家有看到Sam Michiel 他的左胸前這邊 有一個黑絲帶 是因為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知道高雄有發生 是一個遺憾的氣爆事件 所以他們也希望能夠 支援我們高雄這個城市 這個愛心 我覺得這個是公益的事情 這是沒有分國籍的 比賽雖然是比賽 但是籃球無國籍 也是來交朋友的 塞蘭一下 如果沒碰框的話 那應該就是一個24秒為力 中華隊的球 對 對 默契上 美國隊還是 產生了一些比較大的一些問題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美國隊的教練 這當然包含了 0607的年度最大教練Sam Michiel 還有他們的所有的教練團 都有別的這個黑絲帶 他們的球員的熱身也有 好場面現在是出現了暫停 目前比出方面的是11比10 有中華隊的取得一分領先 好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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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到美國隊 知道高雄這個氣爆有這個黑絲帶 所以別這個黑絲帶 甚至他們球員也說 未來希望也有機會到高雄打球 再來看一下 這是他們剛發街外球的時候 結脈衝進來的雙手冠 但裡面的空間呢 是拉得非常的開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Davis 這個眼神 一稍有閃失的時候 或者是中心去做偏移 這個當然就是切入的機會 那Sam Michiel在新賽季 也將到輝良隊來執照 所以他們也將執照這個Wiggins 在葛基澳上來 場上是擺了一個雙控 因為美國隊是有兩名的控制在場上 是 由真的出手 完了 差點被戴維斯給擦 欸 哇 這個球是去看了一個Dorsley 把這個球撥到街外去 美國隊昨天雖然是擊敗了一兩隊 但他們失誤蠻多了 昨天全長美國隊二十六次的失誤 這球交出來之後 劉鎮這邊出現wide open 可惜的一球 幸虧是創造出來 中華隊昨天投進了七個三分球 但昨天對日本隊的比賽三分球 比中率百分之三十二 二十二頭七中的三分球 雙方都有一陣子沒有得分 可忌豪現在是防守Greffer Greffer切入高拋交給藍裡夏 最後是被美國隊給點進 這還是有一些高度 這範圍側 哇這個先看到前面一球 哇這個當前鋒在打 我剛剛談判確定應該是 劉鎮的失誤 總部委一天九天回到美國隊頭上 伊斯坦 抓住劉鎮 伊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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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出手不進 這球撥出來之後 伊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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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到底線 Ellisander 面對的是戴威斯 伊斯坦 Ellis坦 伊斯坦 伊斯坦 出手不進 這問題抓著籃板 Davidis頂得還蠻漂亮的 這個球並沒有去 讓這個對方合手 劉鎮殺進來了 反正這樣子 包含到葛基豪 包含到洪志山現在同時在場上 我們也是打得非常的靈活 劉哲昨天在第二節的時候有一個扣籃 另外一個扎實的防守 帶動中央隊的七十 現在中央隊十三比十二一分領先 這是外圍的Miss Man 先看前面的英雄 洪志山傳給劉哲 Justice突然的往前跑 基本上這個抓時間差了一個過人 劉哲的境況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從亞洲被回來他的心境又大增 從中華隊一直到了英隊之後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他的一個手感 他整體的一個成熟度是一直在慢慢的 還在進步當中 Magic Dolphy的罰球 六尺一尊的後衛 上個賽季他在哥倫比亞的聯賽 罰球命中率百分之八十 除了得到二十四分是得分王之外 另外七個助攻也是聯盟助攻王 過去也曾經打過NV的發展聯盟 最好曾經在08、09年的時候 當時效力發展聯盟的雷鳥隊 平均有十二點一分 三點五個助攻 並不算差的球 發展聯盟就有很多次很接近跟別人等的是一個機會 洪志山現在上來 小胖上來 中華隊發展師 美國隊現在是取得一分的領先 十四比十三 這段時間 美國隊是找不到命中率 這個命中率的出外圍出手的一個手感 還是比較不理想 但中華隊想要引球這個要打到一個 比較低比分的這樣的一個節奏 葛基豪 外線的出手進 這是那麼一點點的一個空隙跟空檔 葛基豪就選擇出手了 葛基豪在今年 SBL超級籃球聯賽第十一季 三分球民眾率來到36.1% 在聯盟的平均水準之上 十六比十四 抓到對線兩分領先 這陣子戴維斯不在場上 場上的組合是曾問你加吳戴豪 他給的是走步為力了 葛基豪很聰明啊 這不讓你靠在身上啊 是選擇先退了 哇 你看 退了這個半步這個是 讓你去沒有辦法去抓到自己的重心 一分五十秒第一節比賽 高章目前中華隊是六比十四局的領先 這問題劉真拉同一邊 小心 這個是下下撤 這個在底腳 這個也是劉真要必須要去學習的 要特別的注意 現在換人速度真的特別快 蔡文誠又上來 把劉真又換下去休息 同樣的一個位置 已經換到第三個人了 在第一節裡面 本土洋將蔡文誠上場了 但這個蔡文誠在昨天其實上場時間 算是比較少一些 昨天上場時間只有十分鐘 好 這個球滑倒 美國隊前面快攻機會 快攻擊會 快攻擊會 Grafel 目前拿下的七分 是美國隊能在首節表現最活躍的球員 complain 黃最近带地板球交給曾文誠再三來理想 V Host 差不多 過往最後 曾文誠絕對是 一個火急 在全場的壓迫之下 曾文誠可以去上到高位去做到接引球 他可以把這個節奏 重新再整理 讓這個中華藍隊 能打得會比較不吉 明顯 中華隊也登陸李德威 現在李德威上場 這很明顯就是要來增強這個在禁區的厚度 是 身高 再有直接後檔小葛 兩百公分的李德威呢 現年二十二歲 也是本屆中華隊的最年輕的球員 最大的則是智傑 智傑三十二歲 葛季豪幾乎是同樣的位置 加西斯大轉身 這個速度太快了 有時候這個是反應 當你過了第一拍的時候 你看到第二拍來協防的時候 你就是會去做到下一步的一個動作 那等於是一個人打四個人 這在空中真的是做了直升機上來 有時候矮個子長上這個籃球 不見得每一個位置都要高 可是你在控球後衛 一號的這個位置你必須要很靈活的 所以我們看到復堅勇樹 這個Toga 再看到Justice 來看也看陳士傑 這三名的這個矮小後衛 都有他們這個不同的特色 其實很大的對籃球的感染力 這好的控球後衛 他可以解決到很多的事情 第二發 那Justice在昨天比賽 是上場二十分鐘 拿下十四分 另外有五個超級 另外他還投進了三個三分球 加油 蔡文成收球再照出來 小胖在底線拉高弧度出手 幸好 不代表這個籃板球並沒有抓到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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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隊這邊底線出現空擋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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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其實創造得非常地理想 好 老師Andre出手得分 張可群出手得分 張可群又抓到一個籃板 二十米十六 好 藍底下美國隊再賣高 這四四號的Alexander 中華隊還有最後一次進攻的機會 再回給吳代豪 底線這邊做出空擋 往一下 紅色扇小胖 調整一下 出手不進 球最後是碰出界外 0.6秒 美國隊進攻 這裁判還蠻可愛的 還叫美國隊不要太嗨 好 第一節比賽告一段落 第一節我們看到戴維斯下去之後 現在中華隊處於落後 首級打完之後 美國隊目前是22比16領先 快樂 力量 4 2 1 1 2 1 1 2 2 2 1 2 2 2 4 5 4 4 3 展覽的出發就是夢 既視感這個字deja vu 就是我曾經看過 在夢裡面發生過的場景 它好像在日常生活中都會再一次的出現 對於藝術創作間的事情 它就是在真實與虛幻之間 只是曖昧地帶 它反而可以激發出更多的想像 它的作品可能不完全直接指射夢境 但它有可能呈現出來的氛圍 是像夢境一樣 或是它想要呈現一種潛意識的狀態 夏愛華的作品 利用生氣藝術結合就是木雕 這個材質在台灣非常的少見 奇幻可愛的 有點像小晶瑩的這樣子 唐遜的作品乍看之下 你會覺得它很甜美 但是你認真進去看 你會發現並不是這麼的美好 那種邪惡狀態也可能是我們自身 王鼎操作品呢 它把水墨的東西運用在木板上 再結合紙張很細的鉛筆啊 鋼珠筆 然後去提出一個新水墨的概念 民眾進到這展場裡面 即使只是因為看到作品 而都要一個小小的感受 覺得好美好喔 好可怕喔 它也可以回饋給我們自身 而產生一個更美好生活的概念 公共電視百萬原創劇本 好這邊看到是太陽隊籃球隊的教練 洪俊正先生 另外還有前電信女籃隊教練 江憲智老教頭 我們在場邊來觀戰 是不是先請球迷來談一下 第一場的中華隊做得好 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有哪些 那當然有幾個球員 基本上以目前的觀察 有點換不太下去 有關到陳時捷 甚至在曾文鼎的這一一點 那這個Davis 這個要下去 其實跟戰術的 這圍繞的關鍵還是有差 一上來的曾文鼎 砍進了三分球 這就是他的價值 有時候你手到他這一點 這還不能放 曾文鼎也跟上海馬基斯頓的 再續約一年 二十二比十九 Della Cruz出手不盡 場打板的回到陳時捷手上 楊靜民現在也在場上 另外張宗憲也回來 戴維斯也回來 對 中華隊目前是把先發球員 全部換回來 戴維斯 這個球接到曾文鼎的傳球 曾文鼎給得好 命累的在這個三分線 去做到一個pick and roll 哇 你可以看到 Davis跟曾文鼎去做到一個 high pick and roll 而且非常是 這是一個換位 這是一個換位 第一位的一個mismash 非常聰明 其實Davis的智商非常的高 中華隊這邊有一個 將近204公分的後衛 就是曾文鼎 真的先恭喜中華隊 這培養了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終於培養了一個 超過兩百公分以上的空格 不過他已經三十歲了 戴維斯特發球 不過剛剛 這個Davis下去之後呢 也是中華隊先勝後摔的關鍵喔 DF也進 這場比賽目前拿下了七分 是目前中華隊得分最高的球員 居次的是陳士傑的五分 不過Davis今天啊 面對到包夾的情況屁不多 美國隊發生十五 曾文鼎把球給拿到 曾文鼎還可以自己帶到前場 再會給楊敬敏 張宗憲 張宗憲外圍出現機會了 陳士傑飛得下 讓高三點抓藍門 兩隊啊 看到一個矮鴿子跳起來的 都會歐的 現場歐的是一個聲音啊 應該中華隊就是陳士傑 美國隊進攻 藍底下單打出手 不禁撥出來之後 茶飯吹的是中華隊的球 美國隊新年換人 Justice以及Dela Cruz 下去休息 Freddy Williams 現在回到場上 Dolsey回到場上 把這個後場的戰力 又回到了一個先發陣容 張宗憲第一步突破了 這一球到他地下 他也是打了四年的NCAA 所以他面對這樣的一個強度的話 張宗憲是非常的熟悉的 現在中華隊反超了 這一波七比的攻勢 然後建民抓下籃板 然後建民再給他底線 西湖這邊出現空檔 歪了 力道太大了 非常可惜的一球 第二節目前進行了兩分鐘 二三比二十二 中華隊在第二節七名攻勢 現在領先美國隊 美國隊傳球發生失誤 後續賠上了犯規 哇 張可群要去傳給這個Volity的時候 這個是造成的失誤 哇 張宗憲突然的加速度 張可群沒有辦法去跟到 Volity呢 也只有望球心態 Freder get the ball to the weak side 對 卡爾斯的安靜呢 他的中文藝名叫做張可群 他的賽前是 希望我們還是講他的這個原名 然後他其實也有來過台灣 當年也來過台灣測試 三秒鐘 交給籃底下 張文鼎 拉開來了 這邊開始V對1 張文鼎身材上有優勢 墊步進來 跨步 再波有了 多添一個進攻籃板 張文鼎啊 這觀察力非常被敏銳 原本這個球他還想再分出去 就會一回頭一秒 哇 這個比我矮半個頭 對 因為美國隊這陣子 41號和44號不在場上 是 是 是 這個內線反而是 我們是有戰盡的一些優勢在 好 啊 我們要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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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眼神 一秒 一頂之後 放了一個左手 雖然第一拍不進 但同時再去做到 第二拍的一個坦跳 美國隊友三號的Body 是身高198公分 現在中華隊改變了一個 2 3的區域聯盟 Dolthi Dolthi 補頂三分外線出手 不進 把籃板球被Body給拿到 還是美國隊的前場球 三分外線 這是Freddy Willis的強勢出手 還是不進 但Body再轉進攻籃板 這一次換成Bredford 這次都第三波了 這時候都要特別的注意 那今天Bredford的手感又好 目前拿9分 哇 哇 這一倒 而且他的聲音大到裁判 買單了 是 哇 張忠賢只能 嘴角的上揚 偷偷的微笑 哇 就是這一聲 而且你聽到現場的聲音了沒有 哇 他倒在地上還在拉弓耶 哇 這不是Tom的聲音耶 這是 好像激勵自己的一個聲音 這個聲音喔 Defense 美國隊進攻 Defense 掉遠邊 再來一個A-Shot Pass Body 外線出手 過頭 這球撥回來之後被楊敬敏給拿到 戴威斯 要小心喔 哇 這個不能傳遞的 這個必須要高調 Defense Defense 差點抄掉 美國隊呢 再由捷脈的把球給抄了回來 轉方現在一分的差距 大半似乎吹的是中華隊把球給碰出界外 中華隊現在也要利用這個死球狀態換人了 劉貞要上球 楊敬敏下去休息 注意要高調 注意要高調 注意要跳 注意要跳 我昨天攻下27分的楊敬敏了 這場比賽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分 中華隊前面有快攻機會 陳詩傑漂亮給球 Nice pass 一直在抓這個傳球的時機 藉由陳詩傑的助攻 目前張宗憲人拿下了5分 27比20 不過是 曾汶鼎 在手這個包裡守得很沉貴 因為他沒有外線 所以曾汶鼎呢 這個有點是 帶一個協防 在這個遠邊幫忙防守的異位 這個球陳詩傑傳得非常的棒 從成功的防守轉換到一個二打一 來 放手 2 2 2 4 2 3 好 請進走 走進 請進走 走進 籃板球最後被張宗憲給拿動 美國隊現在把41號的先發 讓葵的Williams Jr給換上來 張宗憲出手 沒進 這應該是美國隊5號的Freddie Williams 把球給封出界外 場邊喊暫停 好 目前在比數方面 中奧隊27比24 在第二節線反超比數 休息一下再回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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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來看一下陳世傑呢 到目前為止的表現 陳世傑今天的一個表現真的是 中華隊的一枚火旗 以他的一個切入 甚至在切入之後的突破 分球這個是帶動到中華隊 整體的一個進攻的一個發動的主軸 這位你拿到在底線快速的出手 這球被美古頓的給揪了回來 在那裡下 吃掉了真穩定 這個人是一打二 過了陳志杰 再去吃掉了真穩定 劉正這一頂 結果造成了中華隊再次的犯規 這是 Freddie Williams 這個非常成功的一個防守 先過了以後 空中再去做到一個拉桿 其實真穩定已經佔據了還蠻好的位置 這個已經投籃死角了 這個手感手上的感覺真的太好 太好 二七比二十六 再回給Dolphin 給陳志杰手他 Wallens 想給小球 沒接應 好美國隊也發得輸 美國隊場上又把他這個雙控球同時又放在場上 其實劉正的這一點可以去慢慢地去使用他 因為Justice去守到他 這球高架給戴維斯 空中接力 這個球陳世杰傳得太漂亮了 兩個人 兩個人同隊的時間也夠久了 雙方的默契也非常的好 哇 Davis今天打得非常的理想 Justice出手不盡 籃板球被捷脈拿到再出手 還是沒有戴維斯 不給他第二次機會 美國隊在拿到 他立下再出手 有了 這次呢是Quelles出手得分 還是一分差 彈底下 彈底下 彈底下是Quelles的看規 Quelles應該是三範的 所以他可能要下去 哇 這個球鞋是掉的夠高 也非常的大膽 哇 哇 漂亮的一球 哇 其實這個傳球的路徑是非常的長 這個是在三分線的外圍 通常這樣子做到一個 Pick and roll空中的一個動作 這個計畫球給得漂亮 這個計畫球給得很漂亮 劉鎮的給球 張宗憲的follow 不過美國這樣跳得太高了 在空中或是直接冠進的球 都有可能被他封下來 所以你出手的時候 你要去搶到那個時間差是非常的重要 31比28 張宗憲目前拿7分 Justice在外線出手 還是美國隊的Dryford 今天他真穩 十一分的得分 31比30 這就再交給劉鎮 勇氣可嘉 的確是要有這樣的勇氣 你不可以看到對方都會跳的 甚至比你高大 你反而是畏縮的 全部都是頭外線 這是不對的 這個Davy手還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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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年輕人 你真的是很拚喔 你還看 什麼要做暗無天日啊 大概就是這一次啊 不過他換了一個非常好的狀況就是 他也是擺到了對方的範圍 對 好 現在吳太好上來 戴威斯上去休息 另外現在要把周伯承給跳上來 不過這陣子的江蕊 中央隊非常重要一段時間 因為戴威斯要下場 劉鎮的罰球 第一球沒罰進 第二把罰進 好 周伯承現在上來 要來取代曾溫廷 另外葛季豪也要上來取代 劉鎮 那按照這個徐映哲總教的規劃 野獸林智杰在瓊死杯還是會上場 預計的是將對埃及的比賽上場 請大家持續鎖定 未來體育台會搭帶的球飛籃球賽 Dolsey 三分換線 出手不進 可激好拿到 周伯承 趕快找後衛 快點 我帶來幫陳詩傑射下一個screen 帶出來周伯承遠距離這出手 差一點點了 差一點點陳詩傑在JUSTY頭上斑芭樂 這一點真的是有一點換不下 離下去這個節奏的局面又不太一樣 徐映哲教練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注意 第一節那個調度 其實他換陳詩傑換得特別地快 這也讓JUSTY去感受一下 台灣也是有很矮的個子的球員 很會飛的 兩分零三秒 第二節比賽高段落 目前的中奧隊是32比30 兩分取得領先場邊 阿朱站立 Chris has got two as well 你不在乎 告訴JJD 我們沒有四個男生能去試 我們沒有任何人去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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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沒有任何人去試 我們沒有任何人去試 我看見美國隊在進攻籃板這一項 還是他們最大的優勢 現在全場21個籃板的隊伍中澳隊的才僅15個籃板 我們不只要拍這個功能 The attribute debbers idelity pair 這牌 押 一支 兩支 我們得了 算 打 選 打 所以教練現在覺得在半場系統上球的移動實在太少了 所以他還自稱為現在支持美國隊落後的關鍵了 太多所謂的不好的選擇 然後就球在單一球員停留時間稍微長了一些 球的流動啊這個一直在強調 球的流動自己投籃的一個選擇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其實有一段時間為了球流動 其實在美國隊這邊是放了一個比較矮小的陣容 可是讓鄭文鼎跟這個Davis兩個人又在籃底下 去打了還蠻多次的 兩球都沒進 美國隊拿到 美國隊目前落後兩分 距離上半場比賽結束了還有一分五十五秒 這邊又把機會創造給Brever出手不進 機會是創造出來的 而且如果說按照剛剛教練所講 這是一個set play 沒有投進 張宗憲再回給陳時傑 陳時傑從左路切入再回給吳戴豪 吳戴豪再回給陳時傑 陳時傑帶一步後仰出手 吳戴豪在攻擊端上半場他得要看籃球 是 其實換了中風這個差別也蠻大的 戴豪基本上其實在這個低位整體來說的話 其實跟這個Davis 或者是這個珍貫比的話 進攻能力比較差 這個球給得好 要給張洞鮮出手得分 張洞鮮目前拿剩九分 因為場上如果說戴豪跟周落成 又操到葛季豪 到美國隊的後衛吃別了 是 這個使用戴豪是有他的道理在 第一個是他的厚度跟他的高度 在第十一季的SBO平均有1.5次的抄截 籃板球吳戴豪拿到損失 被對方的小矮哥給抄走 沒有必要的犯罪 沒有必要的犯罪 已經進入到團隊的加法 其實吳戴豪應該要更冷靜 這個球是非常漂亮的一個分球 葛季豪今天 其實他以這個踢補的身分上來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在自己本身一個心態的調整 跟場上比賽的一個節奏的一個掌控 藍板 藍板 你剛剛要進來 聽手 Justice 近盤沒有發進 但美國隊再抓進攻藍板出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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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宗憲 過了 張宗憲真的是脫槍野馬 只一條龍的 因為我剛剛依稀有聽到 許英哲教練好像是要爆慢 現在張宗憲就直接殺進去了 其實在第一拍拿到籃板的時候 許英哲教練是希望他快 快到一半的時候 沒辦法快的時候 又叫他慢一點 可是他真的是已經跑出去了 這教練也拖不住 中華隊現在八分領先 美國隊進攻 美國隊進攻 冠軍的出手得分 今天手感很好漏 是 最後一擊 看看 這個葛基豪也滿擅長的 是 不過不得不稱讚 中華隊友在上半場比賽 防守上做得非常成功 壓制了爆發力強的美國隊友 在半場只得到三十二分 也使得在半場比賽打完中 現在中華隊是三十八比三十二 舉得六分的領先 中華隊在上半場 張宗憲的Jet拿下十一分 全隊最高 另外 Quincy Davis 則是攻下九分 是中華隊得分次高的球員 我們現在在場邊訪問到 是上半場已經為中華隊得到十一分的 張宗憲 來看一下在上半場 對面對美國隊 這麼高大的球隊 你的策略主要是什麼 教練一開始只有交代責任說 盡量攻擊籃框 所以第一時間就是攻擊籃框 然後沒有機會的話 再去看其他隊友的機會 然後就是 先倒幾顆 然後不要急 然後就是把握出機會這樣 我在第二節的部分 你的個人表現算非常的突出 特別是在幾波的幾次切入 確實也幫助中華隊有分出了進場 你怎麼去突破 美國隊這種比較高大的封鎖 特別是對你來講 你要能夠越過他們比較不容易 因為我在美國就是打了幾年 然後知道他們 特別喜歡做一對一 不管是防守上或進攻上 所以他們鞋旁會比較 沒有那麼專心 我的趁這個機會 就切入就直接上來 好 張宗憲在上半場 為中華籃隊是得到了十一分 當然也幫助中華隊 打完上半場 現在是取得三十八比三十二的六分領先 當然希望中華隊繼續加油 下半場把勝利留下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 回到精彩的比賽 如果我眨了眼 不會看見馬克流星 如果再滿一秒 不會再借家和你相遇 愛的出現 一點都不降臨 每規畫一瞬間 开满了大地道理 爱你好不好 我还不知道 只知道心在动摇 就彼得在微笑 是一种知觉 是一种成为 是一种奔现 想要时刻 随时启动当不了 当浪漫来袭 链架在燃烧 当你给我的一首 独家拥抱 我的心 蹦蹦蹦蹦蹦跳 他蹦蹦蹦蹦蹦 为了你 蹦蹦蹦蹦跳 他蹦蹦蹦蹦蹦 当浪漫来袭 爱出现主角 当你给我想不到 可可种美好 我的心 蹦蹦蹦蹦蹦跳 他蹦蹦蹦蹦蹦 为了你 蹦蹦蹦蹦跳 他蹦蹦蹦蹦 我 我 我 台湾的一碗 十分热闹精彩 从